所以那時候我們都 坦白講都很氣 我們讀法律的都很氣 有一次李登輝在主持國民大會 那我是立法院的法治委員會的召集人 所以他就邀請我去 所以我就去參加 他們不知道我家 我就坐在後面 結果他們就在唸 唸說立法國民大會 對我們國家有很大的貢獻 我就急死 我說沒有貢獻 沒有貢獻 大家都嚇一跳 你要怎麼這一個人來 我說你請我來的 最後他們把我架出去 在中三樓 我硬著很深 跟嘴 我那時候是很勇敢的 院長 那個因為剛剛講到李前總統 大家說他是民主先生 那甚至於其實現在如果回過頭來看 應該是說李前總統 他很成功的把國民黨 帶向一個跟本土化 民主化結合 所以有人認為說 李前總統一方面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 那二方面也讓國民黨的執政可以延長 但後來他被清出去了 那你後來你又看到就是說 當我們講到最近就是馬英九回來了 乃至於最近的朱立倫大敗 那個似乎歷史照理說 我們說前進也是曲折前進 但是好像在國民黨身上你看到一種逆流回來 所以那種逆流就是說 在李登輝李前總統被清出去以後 他似乎慢慢的又遠離了本土 那似乎那種民主的新生的契機 又回到傳統的老舊的這個國民黨 我不曉得您怎麼看待這一段 如果國民黨再這樣下去 其實這個未來恐怕也不見得是會很樂觀 我會講這個是因為 我基本上還是希望台灣一個比較健全的政黨政治 可是目前看起來似乎我覺得好像 至少從這個看到國民黨的發展裡頭 是否讓我們看到一種歷史不可思議的一種逆流或回縮 您個感覺呢 這個應該是國民黨去環擾的 我就不要國民黨去想 不過事實上到選政的最後 大家就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的主流其實就新黨 其實就是新黨 就是這個樣 在李登輝時代 他們就是新國民黨連線 後來很多人就呼籲說 就不要再投給國民黨 本來投給國民黨國民黨人 也說要給他一個教訓 什麼意思就是投新黨 所以這個哪一個是主流 在他們看他們那個才是真正的主流 可是如果是接受到民意的考驗的時候 對 我會講到這個對比 是因為剛剛講到說 站到那個主席臺上 因為那以前那個時候是沒有辦法 你沒有一種強度的抗爭 因為以前媒體也完全被封鎖 所以他們只有靠這樣子的一種抗爭方式 才能夠提高他們的抗爭的強度 讓整個社會去看見 所以我覺得當然有一個是因為媒體 當時的媒體整個是被封鎖 老三臺的一個時代 當時又有報禁的一個時代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在戒嚴時期 我當時想請教院長 因為您剛剛說在辯護跟建黨 是您一輩子的這個從政的經驗當中 那您感覺到印象 比較懷念的 懷念的 然後印象最深刻的 您又在京都念書 那京都對於日本史來講 它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鎮 那長期作為日本的國都也好 或者是日本有非常多歷史上面的大事都在京都發生 那您在京都的這個留學的過程 相信也對於您一輩子的一些思想會有很大的一些影響 我想請教您的 就是日本史 我們兩個部分來講 在戰國的部分 那你會喜歡誰 那你認為說這個台灣的民進黨 如果在戰國的話 會像哪一個武將 那另外因為木末維新 您剛剛提到說在建黨的那段時間 那木末維新的這段時間 其實龍馬也好 或者是每一個這個所有的這些木末的志士 他們其實都頭角征榮 你也在歷史上面都可以看到 那也如同現在民進黨 其實有很多當時創黨的人 那在台灣的歷史上面 也都被留名 那您會怎麼看待這兩段不同時間的日本史 對您的影響 這個 日本對我影響 京都對我影響 京大對我影響 是在野精神 批判精神 因為京大跟東大是兩個邪術重鎮 東大他們就是執政 因為過去學法 他們東大的那個大臣首相 以前早期 現在沒有了 也都是東大的 京都都沒有 在京都就是批判 都是批判 所以他有一個傳統叫環古精神 對 環古精神 那所以我們剛才早期那個什麼赤軍聯的都是在京都 對 所以這一個批判的精神 在野精神被我影響 因為其實我也是因為這樣的 本來我有考上律師以後 我有考上法官 我法官考上以後 本來因為以前都會覺得 你去當法官退下來 案員會多 對不對 對 認識法官 人家說你有哪個法官 跟你降機的對不對 對 但是我就受這個影響 受我的一個老師影響說 你如果是要做律師 你就是在野的 在野的律師 在野法曹 所以你就不要去當法官 OK 那你就才有那個批判 你當法官以後 你有那個法官的意識在 那你會影響你 這個對我影響很深 日本的歷史來講 當然我戰國是 我是比較看到說 那個時代 德川那種忍的精神 當然就是說 杜鵲 就是要忍到 很忍 就是甚至說家人那時候有被傷害 都孩子 知道說也沒有用 還是要忍下去 弱者的悲哀 他講的一個名言 那如果是說到默默 我的思想是比較接近就是說 聖海洲 那個龍馬 版本龍馬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那個時候的觀念就是說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不是什麼薩摩藩 什麼長洲藩 我們就是日本 哪種日本的意思起來 那現在我們不是民進黨而已 我們是臺灣 那我們不是派系 不是哪一個派 你是臺灣 對不對 所以這個臺灣的意思 日本 那時候的日本的意思 有一個團隊 以前他們也是各番鬥 埋虎 間諜 去討好外國人買武器 買西洋的槍 來幹倒對方啊 但是後來這個版本龍馬 他們就捷舞了 所以我們自己殺自己嘛 拿刀什麼都在自己殺自己嘛 你要國際攻 你看美國的船多厲害 你看他們的謊織機 他們什麼 對 所以那個觀念 我現在也是真的都一直想 我這麼多年推動的共生 其實也是受這個影響 那個師大有個剛過世的教授 王世忠 他是研究日本歷史的一個專家 八十幾歲 已經去世了 OK 千兩年去世 他就講過 他說他觀察了這個謝院長 就是比較像那個版本龍馬 有提到這樣一件事 所以剛剛講 我就想到這個教授 我們這節目要角逐教育原話金鐘獎有望了 日本歷史文化 越談越深了 不過版本龍馬是被殺死的 我們今天不要吃雞肉鍋 院長 像剛剛 因為你剛剛講 鄭國時代大家知道織田 封城 然後這個德川 德川是被認為 公認為很有魔力 而且政治能力很好的政治家 真的 所以您欣賞這個 包括你欣賞德川 那你也講到和解共生這樣子的概念 乃至於默默唯心那種創新的這個精神 我在想是不是 也是因為這樣濃合在您的政治風格裡頭 又或者我再進一步把範圍弄大一點 對您來講 一個長時期從事政治工作 您又是黨內公認的志多新 你自己有沒有崇拜德 欣賞的政治偶像 不管是古今中外 古今台外 國內 國外 有啦 坦白講我像美國 林肯我其實很敬佩 也是被殺的 也是被殺的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思想比較重要 這是台灣 我一直覺得台灣 如果我們像大家都在講什麼難力什麼政治意識 一直鬥 因為我看這三十年其實是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賺什麼便宜 台灣沒有辦法前進 其實台灣的競爭率都輸在這個政治 對 你看那個政治不是行政還有 連國會包括在內 外國的評比 對 就是他都是十幾名 但我們民間 競爭率都是五名 四名 所以我是覺得都是互相毀滅 那大家都沒有一個習慣去找出說可以雙贏 那政治是零和 因為政治也最難 所以我其實是比較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都在做比較多的運動 推動這個全民運動 所以我是希望說透過運動超越這個政治 我們需要更多的運動明星 政治明星其實適合格子 所以透過運動 您的意思就是說 凝聚個共同的情感 超越在政治之外 大家可以更有一種共生 然後一種共同的光榮感 生命運運共同體的感覺 對 你去看我們當 我去看那個經典棒球賽什麼賽的時候 他們臺灣對出來 或是中華 臺北對出來 大家那個意思就起來 對 但你講政治就太複雜 我們有感情 坦白講 這種你身在建區 我身在 小天我身在這個圓環大鬥人 這都是歷史的偶然 這是我們不能選擇的 你說要求一個建區的人長大的 跟我要同樣的人生觀 這個也不公平 坦白講 所以大家有同理心 比較有同理心 那能夠讓臺灣往前進比較重要 但其實 其實我們臺灣其實慢慢的 那個優勢就不見了 所以我在擔心 我們優勢很多不見 但是我們都講政治 大家都 現在臺灣導致政治很進步 有時候我坐競爭車 我發現那個輸掉下來都比我會講 我都是街頭評論家 以前我們都叫街頭評論家 我很好講 而且盧暑家 這這個也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但是太多的政治 我覺得 表示有這個市場的需求 就是說大家對於 其實我也很感慨 其實在美國 這個投票的人其實沒有太大的 就是說選擇他沒有太大的掙扎 今年不一樣 今年會跳出一個川普 以往其實共和黨民主黨 他們的差別就是 大一點的政府小一點的政府 然後這個槍支要不要管制 大麻要不要合法 就談一些這種 還有這個族群之間要怎麼 就是說沒有太多的爭執 臺灣今天之所以會從街頭打到立法院 立法院會打到街頭 打到這個政經現實批政論節目來 就是因為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我覺得這才是臺灣人民的悲哀 就民主了這個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來 好像該解決的東西沒解決 該清掉的東西沒清掉 該把話講清楚的東西欲言又止 好 沒關係 我們今天因為過年期間 我們就大家都講一些開心一點的 那我們給這個院長一點廣告時間 你在行政院長任內 你最得意的政績是什麼 我做很短 我十一個月就下來 但是我做了很多像八年八百億 這後來是影響治水 現在其實那個淹水面積從那時候說是小很多 第二個我通過一個最低所得稅務制 這個也是會很大的影響 就是第一次增加稅是增稅 過去都是減稅 免稅 大家都互相不斷討好對不對 然後福利增大 我是增稅 第三個我是做了一個計程車的美租燃料稅 那這個也是造福 那時候因為汽油很貴 那時候是一百塊美金 對不對 所以大家去進車 一年都要多交燃料稅 兩萬多塊 我把它免除掉 第三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實施了那個退休金 隨著你移轉的 可攜帶的 OK 這造福太多人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我這邊心情不好看 以前退休金 說我還有兩年 就可以領到退休金 下個禮拜老闆倒閉 退去鎮哪裡 去找老闆 你在講我 以前常見 也是我主持人最痛的 我曾經去做例的時候 看到那種女工 老闆已經跑掉了 他還在那裡做紡織 還在裁衣服 我說你們老闆已經逃了 他說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去查封財產 我也曾經 講起來我也是謊話 違背我的委託人的意思 我就採一採一部分 一部分跟他們講說你們勞工有權利 你們把他佔有那一些 從柴紅刀 針那都比較貴的 我說你們那個都壓著 沒有薪水 給你們留不到薪水 老闆都跑掉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退休金是假的 但是至少我那個時候 我們實施到這個 還有我那個國民年金 也是我那時候提案的 就是我們提出這個立法院 當然就不斷波折 所以現在我自己每個月 也可以領到六十四塊 因為我腳腳的時間太短 十一個月 高鐵沒有倒閉 高鐵沒有倒閉 那時候說要變廢鐵 那時候說高鐵要變廢鐵 我拿那個航花會的錢 去製造高鐵 讓他完工 結果還被檢察官調查叫我去 說航花會是要補助航空的 發展航空 高鐵發達以後在航空 你在院長任內的時候 對啊 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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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你這個真的是土地 就民間 明天倒就倒 怎麼會說你要去補助他 我說怎麼 這是國家的大政策 那時候通車的時候 記得嗎 還有人去抗議 說是危險不要 後來有一本日本人 寫了一本小說叫鹿 他有把我在那裡宣布說通車 那個 他有寫那個 很感動 ok 好 那你在行政院長任內 也有是也碰到一個燙手山芋 就是洪山軍 那時候倒閉洪山軍 你怎麼度過這段時間 那時候就是 就被說是貪污集團 還列為十大惡人 有一個 也算是冤家 後面猶太這一次可惜他那個波文旗沒有上 那時候他在那個友台就發動說 十大惡人 我被列為第二第三大惡人 所以我高潔貪污十五件 每個十五件 後來沒有一件 連起訴都沒有 但是就是 結果他就變 他換他變十大惡人 就這樣 這我們也哀敬勿喜了 但是後來就是這樣 那但是而且立法院不讓我上臺 對 說要要公審 你那個時候立法院 國民黨應該是四分之三是不是 對啊對啊 最大 所以不讓我上臺 不讓我上臺 後來我們怎麼對抗 我們就就說你既然不讓我上臺 我就到民間去報告 就叫報告報告這樣 也造成一個輿論 平衡 那現在講到導扁這件事情 其實不要問問看 你對你的戰友阿扁總統 你就一個司法的觀點來看 你怎麼看他過去這些事情 我覺得阿扁有做錯事 但是這些案件有很多是冤枉的 像那個最大的 那時候一開始 調查最厲害的是國務基要會 對 這國務基要會最後判決是不罪 所以這個表示 他被扣好像也是因為國務基要費 上銬也這件事情 就是說其他的 都是暗中案 他就有一件案 最大的案 然後在暗中調查說你還有這件案件 結果國際交易那一個主案 竟然是沒有 然後這個暗中案之後又是串供 又是逼供 又是這個所有的守法 所以所以他那一 他的案件他有做錯 但是很多當時的司法 坦白講是並不公正 而且是有冤案 很明顯 尤其是那時候特別會國務基要會連帶對民進黨 整個特別會都調查 對 這個我到今天也想不通 因為那時候也是民進黨還執政的時候 竟然特別會調查 竟然所有的首長都是調查民進黨的首長 包括我 我們有六個部長都特別會有問題 又說說包括尤其均 院前院長 李秀蓮都被起訴 對 他們都沒有調查 我說怎麼會這樣 他們說他們的因為裡面現在執政 他們比較更早執政 所以他們的時效過了 說什麼政績沒有 沒有啊 因為我說我就有啊 我的前任市長的我都有啊 對 都沒有調查 後來就當然這個特別會就是說修法 儲罪化 供業 通通沒有 但是民進黨形象大損嘛 對 因為這個特別會原來就是認為是心智的一部分 他們去調查我在高雄的特別會 因為我弄得整整齊齊 他們懷疑說我是早就知道 就準備好了 其實不是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信仰 我認為我我我何德何能可以做市長 所以這樣應該有福報 有一點善業的 善業用完了就二月現身就就有災難 所以我就把一半的 就是那個特別會原本來就講好之後就去補助運動員 補助什麼營養武昌 都照規矩在做 所以我反而因為這營煉 營煉之詞就沒有事情 OK 但你的懷疑是說那時候民進黨都已經執政了 怎麼還會整個司法體系會面倒對於民進黨 可是院長這句話其實背後 事實上大家熟悉司法人都知道 司法體系的永遠執政黨是國民黨 不管你的這個民進黨換啊 換任何黨到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順藤摸瓜來談一談司法的問題 司法的改革 院長你覺得該怎麼做 當然現在 其實我我我我憑良心講 我認為法院有很大的進步 法院現在是檢察官比較受詬病 那法院現在有人講說法院怎麼講 法院民進黨很多也判無罪嘛 也還他公道嘛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檢察官檢調系統 這檢調系統有很多問題 那檢調系統怎麼怎麼做 那法院雖然有進步 但大家也在講說有恐龍法官 要用引進這個參審制 就賠審制的精神 這個都有在講 我想這個應該 這個大方向是沒問題 但是這個檢調的問題 我是覺得缺少一個 尤其檢察官缺少一個 一個平 平鑑的制度 柯碧他最早在他選舉一年多前 在民黨內部就是我 只有我看好他 那時候我也是去制著他 在民黨被圍剿 那我一直到那個兩階段制 還我堅持 只有他才出現 那他的缺點其實 柯碧的缺點 我認為他在弦前 我們都知道